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 Channel 再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DX Gatsuhipaki Premium 即是雲限套裝 其實之前有推出過超和 又或者新世紀超人 甚至乎Torriga Z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黑暗三巨人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Dagger第七集播放 久違看到Torriga 少少聲人 甚至乎聽到Kalumi的怨婦叫聲 就剛剛好 可以吃正這個氣氛 去拍這個hyperkey 其實這個hyperkey 應該這樣說 我很久沒碰過hyperkey 希望我還記得怎樣玩 首先看看包裝 前面就是Kalumi La的樣子 然後這裡就寫著一些名字 上面就有Torriga的logo 旁邊都是一些普通東西 後面就是商品說明 基本上它的包裝就是這樣移出來 移出來 移開來看看 嘩 都頗帥 這裡就有Kalumi La 還有Dargang 還有Hildolamu 三款 而且它還用這個透明的主色 都頗帥 打開它 後面呢 都帥 這一幅插圖就是武藤聖馬去畫的 那誰是武藤聖馬呢 就是負責設計他們三個黑暗巨人的設計師 即是創作人 而武藤聖馬呢 還做過這個叫Torriga Dark 還有現在你電視看到的Mekanozoha 第一形態和第二形態 都是它設計的 就是這樣啦 而這幅插圖其實都帥氣的 你看到Dargang很有力量 然後這邊就很妖艷 這邊就很尖尖的 其實這一張 只是這張插圖 都很棒了 那好啦 現在真的拿它出來玩了 好啦 那現在就拿了出來 我想說都頗帥仔 尤其是它透明的造型 一打了燈上去就超級帥仔 首先看造型 之後才開聲玩 首先看這個Kalumi La Kalumi La 現在就看到這個M33 就是monster 就是怪獸類別 而它就是用黃色 因為Kalumi La 都是黃色的紋路 配合黑色黃色的透明款 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很帥仔 而且對比以前的Kalumi La 因為它們兩個 一個就是迪家的女超人 一個就是Torriga那邊的女的惡超人 這樣對比 這邊就是那些CHIP雞的扭蛋 所以它只有一個殼 所以很輕手 而這邊就是實心 因為裡面有發音的機件 這樣對比在一起的話 這邊就相對豪華很多 這樣 然後就是Dagong Dagong其實也是我很喜歡 因為玩Torriga裡面 三大我喜歡的角色 Dagong是其中之一 它比較有人性化一點 而且它的描寫都比較多 所以我都很喜歡 它就是34號 用它很精神的紅色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DagongKey也挺帥仔 其實 對比的話 當然是拿它出來 兩個拍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樣子 相對地來說 這邊又失色很多 它就叫達林 就是這樣的樣子 後面就是這樣 這邊真的很失色 說真的 以扭蛋來說 雖然我都知道成本問題 但是發不出聲 真的很沒意思 然後就是Hildoramu Hildoramu就是它的藍色 如果它的藍色 再淺一點的話 近似身體上 就更加帥仔了 而它就是M35 然後對比的話 當然是拿這個希特拉出來 不過希特拉呢 其實勉強來說 算是叫紫色 所以兩個拍在一起的時候 相對地就沒有那麼相似 即是顏色上面 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邊就是30號 這邊35 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就拿來對比Torriga的Key 有三大巨人 當然就要有Torriga最初的三個形態 拍在一起 拍張漂亮的相片 這樣就可以拍在一起了 對比的話 就這個先 兩個都是紅色 力量型的對決 這樣放在一起其實也挺帥仔 之後呢 就輪到這個 速度的對決 就是這樣的樣子 也十分帥仔 其實這邊來說 因為它的實心 如果它做到透明的樣子 就更帥仔了 然後就是這兩個 就是這個 不可以叫前女友 他們的關係有點微妙 但總之就是 嫂男與嫂婦 不是 蕭男與嫂婦 它的笑不是少女的笑 就是蕭蕭星人的笑 就是蕭男 這樣 他們兩個就拍在一起 也挺帥仔的 那好啦 看就看到這裡了 是時候要開來聽一下了 我記憶中 它除了變身音效之外 也有聲優的配音在裡面 現在就開來聽一下了 確定 就是 objet disk 它叮為了 三千萬年分內 打得一張 試用表明 很重 которую wet it up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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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正啊 怨婦啊 正 原來連這個笑笑聲音的聲音也有在裡面 那個說明人想不意 你去心想不意 你來不和我 你這是我 戒愛 沒有 阿倫 我 你 他又重現他大結局時的對白 這句說話今集第七集的時候 也有說出來 那就是他最後消失之前說的話 好 去到這裏 其實也有很多對白收在裏面 按這個Key也蠻值錢 不如改名叫怨婦Key 其實也蠻棒 好啦 嘗試換另一個模式 Ultra Monster 即是超人的怪獸 即是可能會有些怪獸的聲音 聽一下先 首先就是Kalumira的聲音 這個好像是Mekanozoa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 這個叫死了 等一下想不到名字 這個叫Goruzza 和Meknubar的合體那隻怪獸 即是第一集那隻 我都幾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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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這就回到大火鍋啦 那就再按一按 那麼就去 HyperKey Mode 那就是這樣啦 那麼接著呢就輪到Dargon Dargon 好久不見 我公敵主 DRIGAN 我ら 3000万年の時を経て 再び合間見えたのだ いざ慎重に 勝負 勇気ある者には手を抜かむのが 劣気 終わっていたぞ 人間は あなたたちに負けない 絶対に おー ここにユンナビビーの声 あなたたちに負けない なぜ逃げない 弱者がなぜ抗う なぜそうも立ち向かうのだ 誰かを守りたい 誰かを助けたいという強い気持ちが 私たちを動かせるだけ ふん お前もその女に恋をしているな な、何言ってんだよ おー 連六母人化声也有 いいだろう 公敵主として認めてやろう 液としいという者は 恋を重ねて強くなる その強さとはすなわち 誰かを守りたいという強き心 決して侮る中で 強き心を持つ弱き人間たちよ ユナ、我はお前に 人間に惹かれているのだ 非力な人間が 仲間を守りたいという強き心によって 我が合力をも圧倒してみせる その強さは我ら闇の一族にはないものだ 我はそんな人間の強さに惹かれている 我に強さや絆を教えてくれたのは ユナ、そして人間の公敵主、お前たちだ だったら、もっと人間のことを知ったらどうだ みんなが笑顔になれる未来のために 今度は仲間として一緒に戦おう ダウゴ、私からもお願い こんな我でも仲間にし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か その前に悔いのないよう 三千万年前からのけじめをつけさせて欲しい かつての同志トリガー お前に決闘を申し込む 我が最後の願いさえも クルミディズバルールのか カルミラー ここはカルミラー ここはカルミラー級前の言葉 トリガー そして強き人間の特殊 我を カルミラーに取られた我を止めるのだ 我の誇りのために 本当の強さを教えてくれたユーナを 我がクルミラーに決めないために このユーナを決め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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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もお前と同じだ ユーナを守る ユーナを守る 我が願い 叶えてくれるのだ 我が攻的騎士 フワー マイフレンド イエーイ 意想不到最後の一刻 才は マイフレンド 終了 なにが マイフレンドだ ウザインだよ このユーナを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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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ぅ 去回最初 Dargon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Hildodlamura 好 優雅な戦いを楽しみましょうか エクセレントじゃねえな 俺はお楽しみを邪魔されるのが宇宙一嫌いなんだよ 爪 調子に乗ってんじゃねえな てかあんた大丈夫かい この前やられたのが結構効いてんだねえ エタニティコーを狙ってきたようには見えません ですか ああユーザレも巻き込んで暴れてくれる分には こちらにとって好都合だからね やめてください どこが痛いんだ ほらほら しっぽいだもん ああ 素晴らしい なんと美しい 上がりなし まあ いいでしょう おやおや あなたは えっと ああどこかの誰か ああ リシュリア それならよーく覚えてますよ いや 実にエクセレントでしたよ 思い出しても胸が熱くなります 黙れ ま 最後は私が美味しくいただいてしまいましたけれどね ふははははは 黙れー 人付き合いというのも考えものですね 百年の終年すらも鈍らせてしまう がんばれイグニス そうだ 負けるな 勝てイグニス お友達の声援で強くなる ざけんなせろ 一瞬やかときの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るのはもうごめんな 俺は二度と仲間を傷つけさせない あ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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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シュドラム お前のおかげで 俺はもう一つの極上に出会えた そこでイグニス 最後に決戦時の話 絶対に許さないぞ くるしそうだね 今楽にしてあげるよ カフンが コンドッドラムライミス ナ霞 ика シェア 新常ニュークォンチー だろう と言って 這是小金人 快快快快快快 噢,今天就補光了 啊 Carmero win 見つけたよ トリガー はははは 花賀玄馬 あんたには闇の絶望を味わわせてやるよ 花賀玄馬 お前輩 お前輩いたい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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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agon ファイアras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ient 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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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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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勇敢的戦意を楽しみましょうか 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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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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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話這麼快就已經玩了三個Key了 我想說 本身這三個Key的造型十分之好 而且它的音效也非常之多 無論是單玩一個Key 又或者是插進變身器玩 也有很多花款可以玩 而且它還重現了很多劇集的場面 例如最終戰 甚至是怨婦Key 簡直是怨婦Key 多麼多音效 全部都是Managa Kengo 這樣說 所以就很棒 但相反 反而Dargang 比較少音效 它比較是拳擊 反而說話比較少 而三個音效 好像是Kalumi 最多 其他那兩個就相對少一點 但小極也算是多的 平均一個都玩5分鐘 都沒有5分鐘 只有4分鐘 但都算多 平時的Hyperkey 兩分鐘內玩完 所以都真的多 而且這個雲限的Hyperkey套裝 好像還有下個月還有最後一款 就是Gaia V2 和阿古魯V2 開完那個之後 不是 還有 還有Dagger那把聖劍 那把劍也有一個Hyperkey 所以就玩那把劍的Hyperkey 然後玩這個阿古魯Ga的套裝 那Hyperkey就應該順利畢業了 就應該沒有再有新的東西 除非它可能Dagger後期 Torriga這麼不幸又有出來 可能會有新的Hyperkey都還沒頂 如果沒有的話就這兩個就最後了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還有現在這個頻道有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想支持又有餘力的話 不妨課金5或10元 那你們的支持就有製作的動力 那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掰掰 我扮不到那種怨婦的感覺 好啦 掰掰